所以我觉得这个总统一个人 他对于战争的看法 会影响整个国家的走向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我不认为川普 如果当选美国总统 对台湾是一个灾难 你像一个主张战争的人 他当然是先把别人送上战场 你可以看到一个不怕战争的人 我们现在就讲一个人好了 就美国现任的总统拜登 他上任以来两场战争 第三场战争是美国自己会被拉进去 因为他的部队 在中东部队已经受到直接攻击 所以相对之下 川普在做总统四年 世界上没有这么多战争 因为我们看到波顿 也就是川普的前国安顾问 他在2020年的时候 曾经出了一本书 叫做《百公回忆录》 当中他提到了很多川普不为人知的一面 那么最近他在1月30号又发布了一个新版的回忆录 他又痛斥川普是一个完全自私的人 会惩罚他所认定的敌人 他说如果川普回国的话 那么台湾要面临真正的危险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杰大使 因为现在赖切德他要面对的除了内政之外 还有就是美国这个变数 你怎么看 其实当然波顿他评价川普 不会是站在一个比较公平的角度了 他跟川普之间是不欢而散 他是被川普赶出他川普的政府 那波顿这个人基本上是一个好战派 他是美国的可能华府最喜欢看到战争的 他下来的时候拜登就指着他跟别人讲说 如果我听他的话我已经打两次战争了 对川普说这个波顿 原来他的国安顾问 那所以川普跟波顿 很多看美国的利益的角度不同 波顿认为美国可能就是说 什么事情出兵 属于美国的利益 那川普认为出兵 是不是一个符合美国利益 我觉得他基本上 他对于战争 川普对于战争的评价 跟他前两周 就是在这个阿奥瓦选举的时候 跟他的对手 妮奇·黑里 对美国内战的 川普的一个评价 他可以看出来 川普事实上他对战争的看法 我觉得他是认为战争 不是一个最好的 一个解决问题方式 那他在谈到美国 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 他甚至说 他说当时 林肯总统应该有更多的 更好的选择 他应该用非战争的方式 非暴力的方式 那么还有可能 就不会打这样战争了 然后他认为战争 死了太多的人 不值得 所以我觉得 这个总统一个人 他对于战争的看法 会影响整个国家的走向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我不认为川普 如果当选美国总统 对台湾是一个灾难 你像一个主张战争的人 对他当然是先把别人送上战场 你可以看到一个不怕战争的人 我们现在就讲一个人好了 就美国现任的总统拜登来讲 他上任以来两场战争了 第三场战争是美国自己会被拉进去的 因为他的部队 在中东部队已经受到直接攻击了 所以相对之下 川普在做总统四年 世界上没有这么多战争 所以我觉得 美国领导人对战争的看法 会影响这个世界的局势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 川普的话 他如果都是用非战争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话 那对于剑拔怒章的两岸来讲 当然是一个好事 对世界都是一个好事 一个好战的美国总统 就会变成一个 全世界打成一团的世界 一个不好战的美国总统 我想对全世界来讲 是一种正面的一种发展 所以波登的讲话完全不接受 我觉得他就是狭暴私怨 他本身是一个战争贩子 所以我觉得就听听他讲 不过两岸来讲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最后的决定权 还在台湾人民 也不是这些台湾的政治人物 政客 这次的选举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三个党的在两岸政策 三个党的候选人 两个是主张维持现状 只有一个 他对于两岸关系 他是跟台独的色彩 跟现状 他是还是一个怎么讲 还是一个要挑战现状 甚至不接受中华民国体制的做法 所以他把中华民国形成是一个灾难的话 意思就是说这个体制他是不接受的 那必须要接受下去的 是因为外界的环境制约之下 他没有办法遂行他的主观意愿 所以他把中华民国讲为一个灾难 就是他主观意愿他对这个体制他不接受 那只是现在问题就变成说 真正希望台海和平 不要发生争斗 大家都在控制这个 用外界的因素在制约 现在我认为只有20% 28%台湾选民支持的赖清德 因为台湾的投票率只有不到 只有七成 七成里面只有四成投票给他 所以台湾有投票权的选民 只有28%投票给他 没错 72%没有投给他 这个代表台湾的民意 尤其对于两岸关系的民意 我认为应该从这个基础来看 那也不是说另外72都赞成统一 我认为大部分的台湾老百姓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支持现状 那支持现状我认为有一个 很重要的心理学上的基础 任何人基本上对于改变 都是比较抗拒的 尤其对于改变以后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情况 甚至细节搞不清楚的话 人对于改变基本上都是 持保留的看法 而希望现状继续维持 大家都不喜欢变动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变成说 大陆讲和平统一 那和平统一对每一个台湾人的生活 或者生命的方方面面 可能大部分台湾人要知道 它的细节是什么 而不是一个政治口号号召而已 因为变动都是风险 那人在没有必要承受风险的时候 都不愿意去接受那个风险 所以是比较保守的 那可是问题就变成一个台独今孙 打得这么明白的台独的政治号 号召出来选举的时候 他只得到了选民的28%的支持 你也可以看出来 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 事实上过去几年有很大的转变 我认识非常大的民意转变 那问题就变成就说 这大部分的 也就变成说都往中间靠了 往中间靠什么 就是维持现状 那这个现状以侯友宜来讲 他就是旗帜鲜明 九二共识 对于这个柯文哲来讲 他是两岸一家亲 他没有主张台独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两岸一家亲跟九二共识 加起来除以二的 是占72%的选民 所以我觉得这个两岸情势 将来看起来的话 就是说要来看两岸情势发展 应该从这个民意 台湾的民意基础来看 那真正的话就是说 不管外面的人怎么看 尤其日本人在那边叫 美国人像这种好战分子 像这种 像这种 波顿这种人在那边叫 我觉得 都不如台湾人民的主流的 意见的表达来的重要 也就是两岸关系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起来是 这个外界的力量 在制约这个赖清德一个人 可是呢 真正能影响台湾 这些政治人物的 将来在选择两岸关系的时候 还是台湾的 台湾的人民的民意 那这里面 有人会对国民党 会有批评说 这个怎么搞的 变成现在 也变成小绿了 怎么跟着民进党主流讲 那没有办法 台湾目前这个美式的政治 政治体制化 他的任何政治人物 不能讲大理想 他只能看眼前的 他而且他是媚俗的 他是民粹的 他不敢再出来做领导 那也就变成就是说 真正我认为将来 去主导台湾民意的 如果期望这些政党来做的话 我觉得是民意 原目求余 而是要重点在哪里 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普遍的民意 民心的走向在哪里 这才是决定 我觉得两岸最后未来的 关键性因素 就是台湾的民意选择 那我们今天看 我看台湾的民意 我认为已经在转变了 那很多是因为 因素很多 第一个外界压力大 第二个中国大陆 过去这些年的 这个所谓的 改革开放的成效 然后呢 现在年轻人对于 不管是统或者读 他们有很强烈的 所谓的情感因素在里面 偏向于务实 所以如果说两岸的关系 能够真正走向 就是说怎么讲呢 对于未来的规划 两岸的所谓 英文叫这个end game 就最后的结局的规划 是一个比较清楚的图像的话 我想台湾老百姓的 这个民意的走向 会有更大的改变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